就设行 闲着什么都不会是吗 青山 配外谢谢 刚才喝两瓶啤酒 我现在真是总也不喝酒 喝不了酒了 喝两瓶刚才喝的脸巨红 现在还有点又白又胖 喝五瓶白天健身啊 我俩太懒了 白天健身这事不太适合我俩 大信心 我俩太懒了 就是我们家狗都不带溜的 就不出门那种 我爱出门 饼咋做 饼很简单 饼就是过面呗 作阳大哥 拨号都谢谢 来 吃饭 吃饭了 博博的 没觉得我胖 因为好多人觉得我胖了 有个人就给我瘦了 你们是想看我媳妇吃吗 还是想看我吃 作阳大哥拨号都谢谢了 16啊 一毛钱 两毛钱 帮弟弟操作一心加油 磨 磨磨的刚下班188辛苦了 你们这上班比我们这些做主播的还要更辛苦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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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佛 看媳妇啊 你看他吃饭 那就这么着看 他吃饭比较香 这样行吗 都能看着 看他吃饭比较香 他们说我吃饭就跟猪一样 看菜 菜香不一样 我主要是吃这扁豆 扁豆炖的烂我香 那些带筋的排骨交给你嘛 就这比酥的不好吃 你把它可以再撕开点 看见没 你可以撕开点 下子不想拿饺子 我可以再拿一刀 我给你拿一刀 不不 这么多钱 嗯 好喝啊 凉 破费啦 兄弟们 感谢 玉毛给你 两毛钱啊 拨号刷就跑了 也没夸破我 他每次不都 不过他有时候会夸破我的 估计忙了 天天为了他一心 准说12年来 也不是 又去50 啥也不是 又去 又去50了 什么玩意 说啥呢 洗白白 还忙给我吃啊 你是抽离过去了吗 还是干啥去了 没动是忙给我吃 弄啥子吗 都没喝死啊 好吃啊 好吃就这么大烫 你慢点吃不行吗 你慢点吃 烫了下坏 越汤越深 烫的石头不好 没人给你抢 越汤越香 我不是玉米饼 这就是白面 玉米饼是那种贴饼子 贴在边上的圆饼 就是整个一招糊饼 就用了这条的面粉 幸福倦 你抽不着呢 幸福倦啊 你就在咱家抽飞机得了 刚才那谁 是中央大哥的飞机 十手抱了一小羊群 没抱出飞机 万一你要一发入肥 你变高变好 我收人 谢谢兄弟 好烫 好烫 大友老白 希望你抽出来 这个饼好吃 他坏了 好 这个饼就当主食吃就行 五斤真的是圆润了 太足了 但是最近我也瘦了 他瘦了我怕了 他掉了几斤 他掉了四五斤 你这样多少 一百一十七 我长成了 我那会一百一十四 涨三斤了 我应该现在是八十六点多 我一到冬天 我觉得就得涨几斤 每年冬天都这样 要习惯了 这是大猪 小明哥哥 欢迎我家小明 明爸爸 开锅 有点辣 没事 能吃 我刚才吃了应该吃辣油 差不多 二十七一四 最上天吃什么八点吃 我都上肚 这也对了兄弟 晚上好小明 你静哥哥晚上好不好啊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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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好不重要 我好不好 不重要 不重要 不好向青岛打死你 江湖追杀率 我翻译我家小明 小明想 你好不好不重要 江湖青岛追杀率 真狠 你咋那么狠 谢谢 谢谢 破费了 扁刀是我的最大眼 看我这饼 谢谢两饼 行到上海换了个丝 我不玩游戏 不玩游戏 因为我玩的游戏 可能就是爱玩传奇 但是现在的传奇四处不充钱 根本没法玩 来谁友 顺带晚上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你眼里我都承担水友了 你打一下 能带你一下就挺好的 往往游戏 希望你无点事儿 小明谢谢 然后那画梁丝金刚大哥也谢谢 努力啊 下个完全鱼肉 小小娃试试 这个盘子我觉得是个大猪 盖大 没事我吃瘦了你吃斤就行 它都是瘦的没问题 这排骨炖的瓣香瓣肉味 我得拿我一个王老鸡 我得拿我一个王老鸡 放上去 酒就不喝了 真香啊 我这两天主要重 我口的特别重 你说提前来的事儿吧 一会提前来的 我感觉反正 拍我做鲜菜 嗯 口头 小明刚回家大大兄弟开始 那谁小明是不是刚下班啊 我关播那么晚 啊关播那么早 昨天吗 那谁太急 昨天没有人 昨天晚上我是想播 我说多播会儿 我昨天两点多下了 因为昨天一点我有球嘛 昨天人气确实很少 蒙太极三斤兄弟 所以昨天下播早 因为昨天人太少了 小明啊 一发 不对 十手必出 啥玩意儿 我上次就是说十手 一手出 什么玩意儿 你相信我小明 十手必出 必出 十手 十手 你说 十手必出都得多了 啥玩意儿子呢 那谁黄蓬蓬 1990 五脑价 不对 是五脑价 嗯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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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哈哈哈哈 他吃不就一手抽啊 他吃一个我这 上次是不是就十手抽的 嗯 带筋子你吃我吃瘦了 没有 你为什么不爱吃瘦肉 瘦肉多香啊 我觉得瘦肉没有味儿 不入味儿 我还是带筋子 嗯 那是半条王子 谁不信 没脸蜗肉 这不关注啊 怎么吃这个瘦 嗯 应该开心炒的时候 怎么回来的时候 太肉了 放了 外边肉 别看了 没脸蜗肉吧 这不关注 这那么香 在外 我基本都按我吃了 嗯 哼哼 收入带 对我觉得收入带筋的香 你们像你们吃的那些牛肉 斤头八脑 我都吃不了 带筋我吃不了 行 我抓也是带筋的 你像鸡爪的那些 我一口我都吃不了 不辣的肥香 鲁臂中间 最外谢谢 人们喝肉 剥皮肉 好香 牛腱子肉 过一点 牛腱子牛腩我多爱吃 我到现在 我一次筋头八脑 我都没吃过 牛腱子都没吃过 就吃那筋 我一次我都没吃过 我还爱吃份 那个牛蹄筋 专门吃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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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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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种的学生点 应该开我二门 嗯 出些吃吧 开我二门 藏上全体了 哎那些太多兄弟 一些吃 要不然我出一点水了 嗯 这土豆也没错 我再烙点我的饼子 鲁兮兮看上去又被告了 鲁兮兮又被告了 不知道 不清楚 不知道 我估计应该什么 他应该不干 早不干了 我看鲁兮兮后来开始什么呀 开始 就是做那些微信带货 应该早不干了 他被告了之后 他应该也没上诉 就不干了 鲁兮兮做的好吃吗 什么呀 好吃啊 这是鸭货还是啥呀 就是鸭货 就是 就跟那哈哈镜一样 哎我也想 你说这个我都想吃 我都想吃 其实我不爱吃哈哈镜 他被告了 我爱吃 我爱吃什么 你辅助也不是鲜货 我爱吃蜂蜜 蜂蜜的那个 就是鬼剑那个 你拿那个 这一半两火箭 什么情况 在外 你为爱情不 这就是实际行动之处 谢谢你 好感动 谢谢你 真的谢谢 妈呀 让李哥脸干红了 听李哥脸都干红了 在外这是他妈买彩票 挣钱了这是 呵呵呵 在外谢谢 谢谢 最近节奏打 谢谢谢谢 还是那句话 根据自己实力刷 不用需 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们 过来是在外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们不需要可怜 大家重强看就行 在外谢谢 你也吃一白白 你家里有个种不好意思 你俩脸红了 在外真谢谢你 瞬间红了就很感动 在外 来了 请你吃十万钱麻辣烫 给你加点胚根就行了 哈哈哈 给你加点肉 这房口慢就可以了 哈哈哈 在外谢谢 然后下历感谢 谢谢 我们我们过两天 我们过两天 准备做房车了啊 今天狗已经寄养了 所以狗没在我们家 明天可能我们会 明天我们开车去找逢那个 露营地点 看看怎么样 如果那房车露营地 如果要不好 我们再换别的地儿 在外真的谢谢 我们下历 没想到你这鸭子能刷一千块钱 哇靠 你这是最近发财了 小明最近一直谢谢 那五百个W的彩票中了 哈哈哈 谢谢啊 然后那谁那个毒蛇 上回的时候 记得开了很酸 刷了好多黑猪 嗯 谢谢谢谢 差不多 哎呀 吃吧 对 这碗饭就得吃 就小点下饭了 不正常吃 好 接下来在外 然后呢 谁 湖北水镇那边说实话 我跟你这么讲兄弟 玩房车这东西的 接水接电 都喝 包括说下水 不是说所有地方都能玩 你知道吗 你得有一个合适的营币 如果要真是到处都能玩 其实也行 但是那些生活垃圾 废水不知道到哪 到了你就会无聊环境 客气来 谢谢勤酒 然后再次感谢在外 在外 越来越好 小明 垃圾 哇 这锅水这还没喷出来 你刚才怎么跟我们家小明 小明 臭鸡巴垃圾 哈哈哈 小明我没有办法 你等下午我掐大学脸的 路过哥哥 哎 路过大哥 52310 等我吃完饭给你们解 等下午掐大学脸的 百点五 辣鱼 这碗牛饼 多过牛饼 完了那谁 那个523牛饼 多牛饼 哈哈 你再不吃这回家 我可吃了 我可不吃了 到时候咱白天可以 烧烤 能烧烤啥的 方舟营地白天烧烤烤肉啥的应该没问题 这外再次感谢啊 罗那尔多谢谢 破费 小明也谢谢 郭号也谢谢 中央大哥都谢谢 兄弟 哎 哎 等你以后你跟你媳妇住一起 或者说你媳妇会做饭 你也会变成我这种旁样 哈哈 你记住我的话 你像你看我那会我自己过我就没这么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那会住的时候自己过 我不太会做饭 而且那会一天可能就吃一顿饭 真的不吹牛 你现在不胖不代表以后你有媳妇或结了婚 你肯定会发福 尤其是找一个会做饭做饭好吃的媳妇 哈哈 你问问那些所有结果婚有孩子有媳妇的 肯定都是这说法 不吹牛 这就是什么呀 结完婚就容易发福 媳妇给揣的 哈哈哈哈 这外谢了 烟箱云散 小明这个垃圾 这个垃圾名 啊小明应该走了 他应该论 小明这小明这两天 小米专卖店开了好多家 累了 每次累了刷完再睡觉去 这外谢谢你 奥特曼 对吧 所以说这很正常 那是因为你现在生活规律 我生活也不规律啊大哥 原来规律啊原来一天一顿饭或者一顿饭 但是我白天还是睡觉 我晚上还是熬夜直播呀 生活时差没变 只是可能说跟我媳妇在一起 可能她饿了我就跟着吃 所以给我也带饿 天天我们俩都这么吃饭 我爱饿 我确实挺猴饿的 所以我变胖 她能占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 谢谢 谢谢 九十 九十 九十啊 那是小美丰 对 是吃好肉 就是生活规律了 这一碗也谢谢了兄弟 真那么香 哦 真那么香 好了没力了 端饭吃 顶多半碗饭 好家务 这一碗也敢动 回头请你吃麻辣 嗯 晚上吃饭 原来她能够晚上吃个一个 或者下午不能好好吃饭 但是我俩在一块 一天每天吃上 至少两顿正餐 明天饿了得吃点人吃 原来肯定规律了 我跟你说 老爷们自己租房 或者自己住 吃饭都没规律 你像女人就是自己住 或自己住 基本都特别规律 所以老爷们就是 鸡一顿饱一顿 能凑我凑我 对按他的食材 很规律了 对我们是美国食材 吴靖哥我在街上吃泡面 加哪个牌子香肠 看让别人看起来有牌面 哈尔滨 哈尔滨红肠 哈尔滨红肠 接着必定有 你别小看哈尔滨那红肠 挺他妈贵的 肯定比他妈说贵要有牌面 那谁美人我 让他上山若树 加哈尔滨红肠挺贵的 挺有牌面的 往上买呀 等你面都泡啥样了 面都泡飞边了 他那肠也倒不了 来点你土豆吧 怕你吃不了 我给你吃点土豆 我不吃土豆 我咱老板说说我吃啥了 主要是没饼 不知道吃啥了 在外再次感谢 还说圈圈那里面 愿意帮个麻的 给那一星 那谁上山若水 帮个忙 一星帮忙 争两手 好家属 这边你中了吗 中了吗 中什么 我只想那天圈圈特有意思 冲进来 我中了 圈圈 圈圈上山若水 我中了 圈圈特爱听曹老师聊球 皮验子 我跟你说圈圈 曹哥聊球挺牛逼的 虽然你看曹哥直播风声绵绵 但是他讲球讲的挺牛逼的 他挺懂的 他分析那些球队 虽然我不懂 但是他讲的挺专业的 小嫂子还是那么漂亮 拉倒 知识点的自己画的 他他妈自己每次化妆 往这给你点一点 我给你点一这么大点 往这再粘几根黑毛 这都妈没头儿了 你怎么都知道 我有时候看 我有时候看 我有时候起来睡不着了 我就看两眼 我就是不说话 我也不懂喊 皮验子 是明星的 皮验子睡觉 为什么是朴老师的皮验子 哪个朴老师 朴老师死你打 皮哩丁丁 皮哩丁丁 皮哩丁 皮哩丁 好 好 四包 完了我来点火特别重 完了 我一火都没重了 该重 今天俩聊点啥故事 哥哥们姐姐们 这筋也吃饭了 我不吃 你可以吃别的肉 筋太多了我就不吃饭了 不吃肉 聊手有意思 就是来个饼就行 你都吃那么多饼了 别吃太多主食了 全是碳水 肥子你 对于你们懂球的人 聊球分析有意思 你对于像我们的足球不懂的人 属实听不懂 祥云大哥 祥云大哥好 欢迎祥云大哥 祥云大哥那天晚上谢谢你 我破费了啊大哥 带孩子先走 我跟你说 好久没看我直播 哎呀祥云大哥飞机 谢谢大哥 那那那天晚上 丢人现眼了 见笑 就是北京孩子那点烂事 哼笑 祥云哥破费了 谢谢祥云哥破费了 马上就是北京孩子做直播 就这点烂事 祥云哥破费 然后呢俊妍谢谢 我们今天炖的那个拍骨 吃饱又炖的 某些人喝了两两瓶啤酒 脸都红了 喝不了了现在 俊妍啊祥云哥 然后再万一谢谢 看首业还以为吃啊 今天吃的拍骨 今儿忙了一天啊 今天忙完来 谢谢祥云哥 破费了 感谢祥云破费了大哥 希望你越来越好 那老婆也谢谢 今天想听点啥老北京故事 听点历史啥的给你讲 祥云哥破费感谢见笑见笑 挣点钱都不容易见笑见笑了 摸摸他 想听点啥呀兄弟们 愿意愿意聊的留下咱聊会儿 祥云哥破费了 那谁答不留也谢谢 然后那最外兄弟小明 拨号 宗阳大哥都感谢 愿意帮干嘛的点点一心 努力完成哦 东南公园兄弟 东南公园都基本过时了 哈哈就喜欢吉祥安康 祥云大哥应该岁数不行 我分析我从你打字来说 我估计你岁数应该在 祥云应该在40左右 就说话非常有礼貌 美团不知道那不知道 80的对吧 我87那整 你整整比我大七岁 我是87的呀 大哥80的 老大哥谢谢18大哥 比你老公还大一岁 我告诉你 十个人都比你们家老公大 那谁也大脸胡谢谢你 北京有三公园 东南公园 紫竹苑 还有一个牡丹园 三个公园 祥云大哥谢谢 破费了 因为从你打字就能看出来 应该岁数不小 就是很有素质的人 谢谢大哥 大脸胡 以后愿意常来玩的 常来玩的 大哥谢谢你 也是个神猴 黑腰厂糖油饼 糖油饼 说实话就那么回事 反正我们小熟老熟 长大了 我很少吃了 看你这状态我也安心了 我跟你说 就那两天 那节奏弄的真的挺累的 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让好多好多人都看热了 谢谢大哥支持 破费了 去吧大哥 去忙吧 谢谢大哥 感谢 所以这仨公园呢 都是同性恋 工作 谢谢大哥 确实是保证好心态 小羽大哥 谢了 又一杯的 座位 然后那周小欢 让他愿意聊到 给你们讲讲 谢谢大哥破费了 所以这仨同性恋公园 在北京很有名 但是这个仨公园 最有名的就是东南 静哥 小羽大哥 谢谢 静哥谈谈你人生最低谷 刘生 我现在就是最低谷 聊聊你人生低谷 其怎么度过 最近跟朋友做生意 把最近几年赚的钱 全搭进去了 兄弟也没了 很现实 我现在就是人生低谷 实话实讲 包括那会儿在天津的时候 也算是低谷 但是这次低谷比上次还要来的更猛一些 挺累的 我告诉你刘生 很简单一句话 甭管你是做直播也好 或者现实工作做买卖 明白吗 都会有压力 所以在你会发现 你挣钱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朋友 但是等有一天你不挣钱了 你会发现 可能连最基本的朋友都不愿意跟你玩 甚至可能还会踩你一球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跟我媳妇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我咋坚持 该播播没办法 我要不直播 我没有收入 但是我要直播 必须顶着这些压力 必须要忍着去播 现在就是这样 就这房车这两天出去 要坐房车 我都不想去 我昨天还跟我媳妇说 我说不行 咱关到年底 年初再播 太累了 你看你看我 你看我最近的心态 一直都很有变化 所以刘生大哥 我不知道你由没有我大 一二三 人生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到最后 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可能也就媳妇能陪你 或者媳妇跟人跑了 看不上你也正常 到最后真正能安慰你 辛苦的只有你父母 所以你问我怎么扛这个事 自己调整心态 没办法 因为你跟谁说这些困难 大家都有精力 都是自己扛过来的 明白吗 只能自己调整 自己心态去做 没办法 对 现在挣钱 甭管你是现实 网络 一定要注意心态 甚至多好的关系 发小兄弟 可能因为钱 利益 因为一个事 反目成仇 太正常了 这就是社会 他会带领一帮人 去踩你 我现在就是 踩的我都没有人样了 已经 还好 可能看我五年四年的老粉 可能了解我的 他们坚决不会相信 我是那种人 九六就是其中一个 小明 在外 这都包括拨号 严名老婆 严名 始终还是很相信 喜白白 还有好多人 就是没脸名 像二零 胖胖 啥 所以我说了 我现在九十九级 就是九九八十一 等我到一百级 应该快了 多穿点点为礼物 到一百级 应该就不困难了 我跟你说 这两天踩的我 真的挺狠 实话 我没跟你讲 甭管是前女友方针 还是金文方针 包括其他北京主播的方针 来踩我 反正习惯 反正不骂你 靳哥绝对没人情 没有 那事都得说出来 那方针 翔云哥 谢谢 七四优 我那会儿称此 就是开玩笑 那无所谓 我告诉你 万本 你跟我们 就是美食区主播 你骂我们是狗 你骂我们是驴 这个 无所谓 就是一个玩笑 美食区主播 天天被骂是狗 跟驴畜生 这都习惯了 所以你跟我们 开这种玩笑 我们不会生气 你懂吗 就怕回头两边 瞎挑事情 正常骂人 开玩笑 无所谓 毕竟我们都播了 六年 七年 甚至八年 老主 这点无所谓的 但是别拿父母 开玩笑就行 等会儿我醒个鼻涕 所以我跟你说呀 就你们呀 对于直播的了解太少了 真的 你看所有主播 吃了哑巴亏 都不能去说 你懂吗 有些事情 在现实面对面 解决没有问题 但是 就是网络的事 其实就是现实的事 在网上没法解决 就是你知道 你即使知道这件事 你没做错 你也不能说出来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 网络的格局 可能你往往是受害者 你说出来 很多人会去骂你说 你没良心 网络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可能说 真正没体验过 这个直播的压力 你是不知道 天天被人骂死 全家编故事 有多么难受 对 骂人不可怕 我就怕编故事 你知道吗 我就怕那 因为直播挣钱 挣的就是人设钱 你懂吗 尤其是跟你玩那么长时间 或你朋友分手了 或者跟朋友掰面 开直播 胡说八道的一大堆 其实对主播是最大的伤害 如果咱们可能见面没玩过 或者通过了 咱们都在一个板块互相玩 闹极了骂 胡说八道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不致命 最致命的就是你枕边人 你懂吗 你枕边人 哎 言明 所以很多人 这事一起来 大家就说 哎呀 你无计你前女友怎么样怎么样 去揭露你 这个真是对于我来说 毁灭性打击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直播吃饭 是我最重要的命根子 所以我也不能说人不好 我觉得就是挺狠 直接就炸跑我的根 习惯了 所以这两天 为什么直播特没心情 可能有些人骂 觉得你不错 可能被这些一些事情洗脑 都会觉得你这人有问题 直播就是这样 你有嘴 你解释不出来 老婆 你老爷们来了 那会还谢给我礼物 我谢你礼物 你还挺高兴 这个你欺负我 你还挺高兴 那个红尘 谢你礼物 你还挺高兴的 这孩子 就希望主播能写你礼物 一写你礼物 你特高兴 主要 主要也是拿你真心付出他 所以我跟你讲 你就让老人或父母 跟自己咱说那话 你在社会上交朋友没毛病 对人好也没毛病 但是不要对人太好 因为会让你伤心或寒心 真是这样 但是我这句话 并没有指某人不好 或者谁不对 我只是说 整个社会的环境 就是这样 并没有说哪个人不好 你们也别瞎猜 也别对号入度 所以我一直跟我媳妇说 99集9981 留个心眼 你要真是交朋友 好好交朋友 你要留心眼 大家会觉得你人有心急 真不能美 一个月五万礼物 你就能播 你直播成本还行 我跟我媳妇 现在的生活并没什么可花了 以前挣的也多 现在挣钱少也好 或者有节奏也 我都习惯了 因为毁的就是我的人设 早习惯了 唉 人性吧 没事 我们家现在成 就是我一个月 一年的最大成本 就是租房 其实没什么的 我们现在正常播一天 能挣一千多两千块钱 我觉得也没问题 一个月也能挣五万六万 七万八万 我觉得够了 虽然你说我原来说 就是原来挣的可能十万 十二万 十五万 虽然没那么多了 明白 虽然没那么多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挺好 对 五万礼物到主播手里 两万没错 但是你换句话说 你不光我礼物少 很多主播礼物都少了 你懂吗 你不用说关心我 现在所有主播 人气礼物都在变手 我觉得这个并没什么 不播外面打工 你记住咯 你像我们这做主播的 哪怕一月在直播上 能挣两千 一千五两千 其实说实话 我们都不愿意去上班 因为上班勾心斗角 还得看脸色 后期把累 挣得少还费体力 真的 这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问少年 很多人问说吴静也好 或大叔或串狗啊 或选拿瑞 你们有一天 毕竟播那么多年 六年七年 你真有一天不播 你会干什么 很现实 让我们上班 你觉得可能吗 天天被一帮粉丝拥护着 对吗 王子还能挣那么多钱 突然有一天 还得看人脸色 一月只挣三五千块钱 也没文化 其实每个人都不 就是像我们这种 做主播的 没人会选择上班 这是实话 哪怕自己拿点钱 做点什么 都不愿意去上班 洗洋洋三脚裤 斗鱼这三个月吧 四个月到不了 两三个月左右 流失了三十万活人 所以现在你进房间 说实话 没有什么人气 做买卖 我告诉你 任何人都想做买卖 为什么呀 天天看那些 这个企业家的成功 你身边朋友 有开饭店 开什么大买卖的 你老是给自己的 一种洗脑 王老师 就我也想做成他那样 因为我天天很羡慕 他的生活 所以你去做买卖 没有那么简单 去能挣钱 对 你做生意 十个死 十个死九个 现在疫情的原因 做十个恨不得死 他妈十一个 所以你记住了 年轻人也好啊 就是别老把做买卖 就能觉得说 自己有一天会有钱 不可能的事 明白吗 你要没本事 没有成本 还不如他的时 上班 起码你还能有口饭吃 你问问所有人 谁不愿意去拿钱做买卖 天天加个小包 开个豪车 约那个娘们操个B 谁不愿意 就男人 谁不愿意过这种生活 谁都愿意 但是这钱哪那么好 挣得想多了 对吧 你看今天这 从去年的疫情 到现在死了多少老板 倾家荡产 那欠几千万几百万的人 太多了 所以这生意这东西 咱说实话啊 哎 账户 你有一颗心能挣钱 没毛病 千千 但是 有些东西还不要尝试 你懂吗 就是也是好意 幸运就 你投这些钱 你挣钱是好事 那么万一他要赔了 可能你家底就二十万 夸你全投了 挣钱回血也是好事 如果二十万一分没剩 全赔进去 你怎么办 或者你再多欠个十万的外债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所以岁数越大 像我们这种岁数越大 越不敢拼了 所以一直说年轻是资本 越年轻才有越有机会 接着回答刚才那问题 就是说刚才我们上班去 我都三十四了 你让我去上班 我告诉你 人都看不上我 你可以仔细看 很多网络公司 或现实工作都不找 就是三十以上不要 所以就是说 像我们这三十来岁的 可能当保安人都看不上了 实话实讲 岁数大人不要你 我就是做买卖 之前把工作辞了 现在工作也没了 买卖也赔光了 欠银行几百个 留生没什么的 复生 你这话说实话 你这话说的很现实 我为了跟发小和朋友 一起做买卖 把我所有的几百万 或几十万的积蓄 拿出来投资工作也不做了 第二 买卖没 就是干成了 但是投的这几十七百 全都赔了 然后呢 最现实一点 我跟我的朋友 还反目成仇 没有关系了 所以第三点 你会特后悔 为什么好好的一件事 变成了这样子 所以说这东西 留生 这事你谁也怪不了 只能怪你自己 明白吗 你自己没玩 明白给自己玩进去了 所以你现在还欠银行几百万的外债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自己努力去上班还钱 第二 也有第二点 要么就把你父母的房 或者你自己的房全卖掉 把钱还给银行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你听着留生 你再难受 我们这些人 主播包括其他观众 也帮不了你什么 你懂吗 所以你现在的一个任务 就是去努力上班挣钱 要么卖车卖房还钱去 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咱俩关系再好 或者你跟你现实其他 败把的兄弟关系再好 看你可怜 给你拿个一万两万 甚至十万二十万 你欠可是几百万 杯水车薪没有用啊 明白吗 说一个很现实的 你现在欠几百万 可能你去找你朋友 你朋友都不敢跟你玩 很现实 我跟你玩 你呀赔那么多钱 欠几百万 我他妈跟你见面 我他妈还得请你吃饭 没意义啊 人性就是这样 明白吗 所以你的痛苦 很多男人也好 或经历的能理解你 但是这件事 还得你自己解决 就是对 我知道是老坑 我们观众跟你聊的再好 或主播也帮不了你太多 所以留声 我们也希望你自己调整心态 人生没办法 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贵的去完成 呵呵 哎 圈圈 哎 有没有帮忙点点一心任务的哥哥 记住了啊 那谁 风口 直播也好 包括短视频 平台也好 其实现在基本都已经成成为一个模具了 我们现在这些做主播的转型 做视频 其实说实话 看的人不会太多 其实就跟做主播一样 基本定型 你突然来个人也不能说不火 但是肯定 没有最早做视频来人气那么快 包括第一次那会最早直播 人气多没主播 那会四个人开播就能收到飞机火箭 所以年代不一样 时间长了 基本都定型了 做什么也能挣钱 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就能火 也不一定 也是会有奇迹的 但是这种奇迹能不能发现 发生 只能看你自己 还要听啥 我现在即使去做视频 其实说实话也稳了 也不能说不挣钱 就稳了 心啊 那就不说了 那就不说了 别的主播的事不提 爱谁谁 谁愿意去哪播 跟咱都没关系 所以说你们要再在我房间 打别的平台的主播的名字 去给人宣传就三百票拿下 还有什么想听 现在火就大火 什么意思 就直播 但是说实话温柔 你现在突然火不是好事 你看那些一夜之间 某人也好某手 突然火的人 可能因为一句话 或因为一句骂人的话 突然火死的也快 明白吗 老猴 现在国家对于网络平台查的特别严 就是你不是正常火的都会被封 明白吗 你们仔细看看那些新闻 突然什么某靠山直接就死了 没有原因 就不行不 就是不能不 没有任何原因 明白 现在就是突然火的人不是好事 你是目标 你是目标 还要听啥 我抽的这个 我抽的七匹狼大哥 不好意思大哥 没看到 大哥对不起啊 小法务 弟弟抽的七匹狼大哥 可能你看不上这眼便宜 对不起大哥 没给大哥面 不好意思 有没有爸爸点点一星任务呢 兄弟 一星任务 爸爸整个两手啊 上个两手 还有什么想听 这衣服是斯凯奇的 我媳妇给我买的 我很少买衣服 那是大雨 那就不多解释了 那封你肯定是有原因 明白吗 突然给你用封肯定是有原因 别问为什么 七匹狼听说还挺好抽的 我这没 还行 但是这烟 可能一般人不爱抽 因为便宜 欢迎警告 我抽的烟都便宜 贵的烟我一律不抽 因为越贵的烟 没有劲 所以我抽的烟 基本都是便宜 有劲的烟 没劲的烟不抽 还想聊点啥呀 哥哥们姐姐们 那谁德克兄弟 谢谢你 努力完成我的一心死毕达 德克死毕达破费 金桥也 你在北京买金桥 你都买不着 反正我在我们这买十块钱以下 也基本没有 你买不着 老婆 买不着的 黄金叶 你现在去市场买黄金叶都没有 都宝 金桥 黄金叶 七匹狼 包括红大山 你现在去买都基本没户 不是逗你 没户 你想买都买不着 反正北京是这样 我不知道外地什么样 反正我这买个烟可费劲 基本都是十块钱以上 花二三十一盒的烟 不爱抽呢 还不如买烟丝 烟丝不抽 就是这烟抽的方面 烟丝你能来能去卷 太麻烦了 没毛病 烟丝确实有劲 但是那烟丝来回来回卷了 太麻烦了 你看一般老头老太太 尤其老头都爱抽那烟丝 你朋友见到金桥直接 不对啊 我也是 有时候我在我村里 还是去市场 有金桥也好 或者都宝 我都给包了 但是不多 可能一家店 也就两条三条 不多 你包了也就这两三条 小蛇 硬和红打山也还行 红打山都 就十块钱以下 烟我都爱抽 都他妈挺好抽的 记住了 哎 没毛病妹妹 男人抽的不是烟 男人抽的是他妈寂寞 抽的是压力 抽的是寂寞 明白吗 压力一遍 你看有时候有压力 来一根 整两根 或者想事 整一根 对吧 无聊的说 整一根 所以一直说嘛 抽的就是寂寞 抽的是孤独 抽的是压力 小鹿啊 女人 女人 舒阳大哥 女人基本都抽细烟 当然那细烟 我也抽 我觉得细烟更没劲了 哎 圈圈 女孩 女人一般都抽细烟 男的一般抽粗的 粗烟有劲啊 细烟没劲 哎 生活 一般抽细烟的人 男的也有 但是一般烟瘾不大的人 基本都抽细烟 烟瘾大的 基本都是粗烟 你像我们这老烟枪 老烟民 必须来根真烟 急了上他们房底 闻那烟囱 那鸡巴筋更大 烧柴 熏死 还想听点啥故事 帮个门 点点一心了 哥哥们 还差两人头 一毛钱 两毛钱啊 帮弟弟凑个人头 怎么又开始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了 问完要孩子又开始准备问我什么时候要结婚 每天最少回答十遍的问题 我就不回答了 天天问我啥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很郁闷 因为每天我回答最少都十遍 甚至二十遍 哎 外边下雨了 宝宝外边下雨了 你还不出去洗个澡呢 大陪传 聊聊故事 北京吃了喝的历史 哎 BA 包括直播这点事也能聊聊 或者你现实是个懦夫 你媳妇给你戴绿帽子 当里面打炮 你敢怒不敢言的 都可以找我 懦夫拯救者 懦夫克星 李吴俊先生 有没有想到下雨了 北京都下雨了 北京这两天又得阴天 宣和门多难抽啊 我媳妇呢 我媳妇上个月 从天庭 八月份 八月份参加完她闺蜜婚礼 还买了一盒宣和门 快俩月了 也就抽了四五根 扔那我都没抽 真他妈难抽 我觉得宣和门的烟嘴是甜的 但是那烟真心没劲 我感觉那一盒我抽了 我都没劲 对甜的 烟嘴甜的 你只抽22立群啊 立群也抽了 听点啥故事 我告诉你 八七现在烟钱长得可贵了 而且我听他们说的 我不知道真假 据说以后香烟烟草菊 就没有十块钱以下的香烟了 就是你现在买的六七块 七八块钱的烟 到最后都最少涨到十块钱 就是十块钱以下的没有 据说是啊 不知道真假 但是你现在去买 好多烟都涨价了 都是慢慢涨 偷摸的给你涨一块钱 两块钱呢 哦 环保白沙 苏亚雷斯 环保白沙 我当时我还挺爱抽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今天还特意买了一条 不好抽的 环保白沙那会儿抽挺好抽 现在再抽不爱抽吗 我对点水 听点啥故事 哥哥们 姐姐们 吃点 喝点 二点二百一百二百银 宽窄我抽过 但是不爱抽 云烟我也抽过 红梅必须知道啊 擦 我们他妈那会儿 上他妈初中那会儿 最早学抽烟就是什么呀 点二八中南海 那烟都不敢在学校 初中啊 买他把点二八中南海学抽烟 抽完了 我操老想吐 恶心就抽醉了 后来上了职高之后 学会抽烟之后 都抽红梅红河 还有小红河 所以那会儿 我跟你接着讲 你知道那会儿 为什么特喜欢 那会儿上学 我是职高毕业 所以那会儿 我们特喜欢上学 因为每个家庭条件 包括爸爸妈妈工作 都不一样 那会儿上学 也不在乎说 谁家有钱没钱 也不懂呢 就知道什么呀 一上学都不用带烟 所有烟好烟刺烟 你都能抽的 所以那会儿 上职高就这点好 这头怕他八盒烟 那头他八盒烟 全是好烟 有的家庭工作牛逼的 那都是一百亿盒好烟 哎踏雪 后来等于他们一毕业 一工作 只能自己买刺烟抽了 因为身边普通工作的同事 抽的烟也很便宜 再也没有以前小时候 什么烟都能抽到的那种感觉 还不用花钱 对还有内供 就是每个家里的家长 工作性质不一样 所以那会儿 家里偷烟 往学校拿 可好玩的 现在不 就是不如社会一上班 就不行了 没戏了 中华我抽过呀 但是我不爱抽中华 我觉得中华太难抽了 而且我觉得抽中华 最少得六十岁以上 我觉得中华不适合小孩 哎绝尘 我觉得中华适合六十岁以上的人 像领导都扯弄了 像咱小逼奶的 抽那还不够急吧 丢人呢 就咱们了 就是二来岁抽中华的小孩 给人第一感觉 肯定是偷你爸的烟出来 装逼来了 那烟不太适合 华子不就是中华吗 还有什么想听 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 一看就是把你爸烟偷出来 拿出来装逼来了 抽什么中华 你这岁数不太适合抽这个 还有啥想听呢 十二元红双鞋也抽过 红双鞋是上海的 我那会儿 18年去上海 我们家水友 给我买了那个红双鞋 铁圆盒的 好像一盒里是五十支 我记得是五十根烟 红双鞋吗 万宝路也好抽 但是万宝路现在贵 十六块钱一盒吗 我对烟 我对抽烟还是挺抠的 明白吗 我对抽烟还是挺抠的 我觉得明明五块钱 六块钱 能解决的事情 我他妈为什么要花三十四十 甚至五十一百要解决 你看我玩游戏 冲钱往命往里冲天 但是你要说让我一百块钱买盒烟 我可舍不得 你从头从最早直播到现在 看过的人都知道 就是每个人花钱的点不一样 你要让我拿一万块钱买 玩游戏 打庄美 我肯定玩 你要让我拿这一万块钱买十条烟 去他妈的我才不买呢 真的 我对烟没什么讲究 就是越有劲越好 越好抽 庸人 对 都宝好抽 但是都宝一帮人 一般人还真抽不了 玉西原来抽 我还行 我后来再抽玉西 我觉得好难抽 抽不管玉西觉得太难抽了 我站在阳台抽烟 我抽了一半 风抽一半 我没有和风计较 后来我抽完 点点关注啊 帮帮点点一心任务 帮个玩意 升个粉丝牌 开个粉专 摸摸他 一心加油 没法兵 忙得还差 两人头 一包钱两包钱 凑个人头啥的 你甭说玉西好多 假的 什么也没他妈假的呀 对 都宝一般人抽不了 你看我媳妇有时候 我让他给我点盆烟 他都点不了 莫问前程 他给我点的都宝都给他 就是给我点上 他都呛勾呛 所以都宝这烟 一般人真没法抽 我打火机 我操 还要停点啊 这象棋大师脑袋有问题 我给你疯了 跟缺心眼似的 一会问我华子 我说中华又不是 一会说玉西又不是玉西 是西子 给你疯了兄弟 你这脑袋有问题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兄弟 你这思想逻辑不太适合 我看我看我直播 有没有感情懒惰 一支笔抽过吗 我记得以前有个烟叫一支笔 那都是爷爷奶奶那会流行的一支笔 七七包括大前门 但是大前门现在在北京挺贵的 3035亿盒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全国各地的烟的价格都他妈不一样 你看大前门在北京35亿盒 我那次18年去哈尔滨 哈尔滨卖大前门是2223亿盒 所以你会发现全国各地的烟的价格都他妈不一样 对黄果树我也挺爱抽 挺便宜的 反正你像我们这烟瘾大的都爱抽便宜的烟 你要真有钱你抽贵了也没毛病 抽的就是那烟嘴过滤烟嘴好啊 感觉冰榔可千万别吃 不开玩笑 现在国家明令禁止 这个冰榔别瞎吃 那玩意儿容易得口腔癌 你看那些天天爱吃冰榔的 那腮帮的全种了 别吃那玩意儿 明白吗 当时那会儿瞎传造谣 说他妈冰榔能戒烟 那他妈戒不了 越吃冰榔越上瘾抽烟 千万别吃那个 明白那冰榔能不吃千万别吃 那玩意儿他妈对身体特别坏 致癌啊 你上网查查那些资料照片 下巴科没了 口腔癌啊 没他妈下巴科 网上太多例吃冰榔 得他妈口腔癌的 你可以看看 伤心你看完那图片 你绝必不敢吃了 是腌致癌 但是你记住了 冰榔要比腌更致癌 冰榔致癌特别的严重 明白吗 那冰榔致癌度更他妈强 所以那冰榔不是开玩笑 真别吃了 还有就是什么呀 1329 你们多看看北京的生活频道 北京的生活频道就讲这些健康 就跟那会儿我给你讲 那个榴莲 榴莲你也得少吃 你像我们这个从来不吃 我看着都恶心 2909半哈 记住了 榴莲吃多了对心脏不好 那玩一定少吃 你看我媳妇也特爱吃 我就让他少吃 那我看很多爱吃榴莲的人 多他妈上瘾 当然那东西真的也少吃 那玩笑他妈对心脏不好 理智多看看北京的生活频道 就讲这 明白吗 多看看这些电视 讲健康的真的挺好的 榴莲不是难吃 是你妈太热心了 什么叫难吃啊 就是豆汁臭豆腐对于我来说 难吃但是上瘾 但是榴莲的那个味道 不只是他妈难吃的问题 那他妈就相当于一个烂的 发油的洋葱 那他妈 哎呀妈操 就好比什么呀 你们家买一洋葱 你给他搁外边 搁他妈半个月 压烂桌子 那种味真激巴 哎呀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爱吃 爱吃榴莲的人 他永远爱吃 一口吃不了的 绝对这一辈子都不会吃冰了 就是那个不会吃榴莲的 我真吃不了 他们说什么猫山王的榴莲 哇操 而且还死贵死贵 我说你妈多 哎呀怎么那么贵 还真有人吃 哇操 这是你是 我知道那七二九 我说的都是我个人观点 我说的所有观点 不代表所有人 只代表我一个人 所以有些人聊天 老他妈抬杠 我说出这话 肯定只代表我自己的评价 我要真是一句话 我都能代表所有观众 那他妈我绝对是都于一个 你吃了几年冰了 妈的从武害涨到一百了 别吃了 二九零九没斗你真的别吃了 真的二九零九控制控制 那东西慢慢能不吃别吃 颜色谢谢用户 真的能不吃还是控制 能不能少吃还是少吃咱们东西 那东西他妈致癌率太高了 戒了 牛逼 我操你能把冰狼突然戒 你也算挺牛逼的 吃那么那么多 你能说戒就戒 你也牛逼 我操 哎杨同学 还想听啥就是说 牛憋火锅我没吃过 但是我好像看过那视频 就是牛吃完的东西 在牛的胃里 然后呢 没消化 给那牛胃打开 滤了巴结 流那黄汤 然后你搁在锅里 哗 兑上水 就可以煮了 然后把那什么肥牛羊肉往里算 我怎么看着都你妈 什么玩意儿 对那不就是最著名的什么牛逼火锅吗 真的 我真不蒙你 哎 2909 你记住了 人类是最恐怖的 肚肚啊 欢迎肚肚 人类是最恐怖的 你发现没 从最早的 现在就是人类 从最早的人犯 现在开始挑战屎 挑战什么尿汤子 你发现没 所以人类 我觉得这个文明吧 真的挺牛逼的 没有人不能吃的 呵呵呵 2909 真的 你看原来吃的像模像样的 现在都妈的 中餐都不能吃 得吃点屎 吃点屎 吃点那恶心的 那才叫正宗的 你们穷逼还吃不着 呵呵 你发现了 就这越脏 不不能说脏啊 就是越恶心的东西 压车压他妈还挺贵的 你像那榴莲 你买一榴 就那一榴莲 也就两口就吃完了 那一榴莲 他妈好几百上千 就那猫山王 所以你看着恶心 还他妈挺贵 你还真想买 你还没钱 你还舍不得 别说了恶心 没有 就现实 就往现实说 不很正常吗 我看见湖南一带 长沙80%都吃冰档 是 尤其海南 海南那边也是流行吃生的冰朗 哎 那谁一提 他们 他们嘴上的生冰朗就是什么呀 就是 把那果不炒 直接就叫新鲜的冰朗 云 就是海南那边 我记得是海南那边 而且现在这玩意儿弄的 哪儿哪儿都 他们好多人都爱吃冰啊 都说了什么处 什么日本 什么金利餐 咱也不知道真假 那一炮食五十万 还没钱呀 对吧 吃了吗 日本那什么金利餐 一炮食五十万 哇操 兄弟 现在这东西 不是说你 你有钱就能吃 你记住了 你想吃 泡食 你都没钱 明白吗 实话是 就这东西 你想吃 你都没资格 你说是不是太郎 金利餐 一炮 一炮人屎 五十万 兄弟 不好意思 不是你有钱 就能吃了 你光有权 你还得有地位 而且你预约晚了 不好意思先生 前面有很多排队 正吃呢 真是这样 你不是说 你穷人 你想花钱 你都吃不着 但是我觉得 那东西 我也不理解 怎么能这样 正常的食物 不吃都开始吃屎 瞎聊 那谁 是 那金利餐好像挺讲究的 什么 什么香蕉啊 什么就是各种 什么西瓜 水果 鹰 就各种水果 然后他跟你谈 什么 你想吃什么味的屎 你爱吃草莓味的屎 这个女的 就是几个女的处女 蘸一排 你选一个 选中这女的之后 你选口味 你想吃草莓的屎 樱桃屎 香蕉屎 还是苹果屎 还是梨屎 还是泥头桃屎 对吧 然后呢 选中之后 据说你选中这个 所谓的什么 这个处女 这个女的 干嘛呀 连续 假如你想 你想吃香蕉味了 他连续 撒月吃这个香蕉 就什么都不吃 只吃你想吃的那味道的水果 往夸 撒月一到 你带着一箱子钱 夸一刷卡 黑卡夸一刷一刷手印 夸当你面 那屁呀 卷你嘴上 噗噗噗噗噗的 然后你吃的还挺香的 那一瓣食五十万 据说船是这么说的 但是 真有没有人吃那瓣食 我咱也不知道 就跟那挤那蛋卷 麦当劳那挤那蛋卷 那个甜筒似的 哗就往你嘴里挤 哗你就吃 我走 这家伙真的 他妈营养 真的他妈营养 哈哈哈哈 反而据说那东西 一般人吃不了 就跟包括什么 你像什么人体盛宴 什么什么什么 包括这个 反正挺邪恶的 就是小日本 那这这有问题 脑袋有问题 变态 还想听啥 咱这恶心的不爱聊 咱就换话题 行吧 比如 这一星任务啥的 有没有帮忙点两手的 一星任务 还差五百来块钱 愿意升个牌子 开个粉转呢 这光吹着半天牛逼 半张卡也行啊 凑吧凑吧 一星过了 那谁颜色 我不太懂车 我真不太懂车 所以你们问我车 我真不懂 但是你要说 但是你要说 你跟我聊聊 北京吃的 喝的历史 我能跟你讲 汽车这东西 说实话 你问个主播 都觉得自己特动车 车是有钱人玩的 穷人玩不起 尤其是改装 瞎塞道 那都不是穷人玩的起 所以我们这些穷逼 真心玩不起 哎呀 我说这么恶心 我就是因为说的恶心 你才给我办张卡呀 我他妈要说的很干净 你还看我干啥 这孩子 北京的小吃 光阴故事 其实北京的小吃 说实话 你说多 也不多 你说它少吧 也挺多 所以你就按咱那说 北京传统小吃 说实话 基本都差不多 你不像说八达菜戏 像川菜乱七八糟 做的牛逼 所以说 北京小吃 哎那谁千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北京小吃 是因为慈禧 你别看这些名字 花丽火哨 但是基本吃的东西 做法都差不多 只是名字叫法不一样 包括形状不一样 但是基本都 他妈是一个东西 明白吧 所以说真正传统小吃 确实不太多 基本都那几样 一个东西 延伸好的一种 小吃名字也改了 就这点东西 哎呀听啥 兄弟们 真是 很多小吃 都是因为慈禧 慈禧爱吃小吃啊 所以他的那些 遇上了的厨师 天天为了给慈禧 研究新菜系 你要研究不出来 你就得死啊 真他妈砍头啊 好家伙 那是圣旨啊 发粥的是不知道 发粥是什么意思 没懂 发粥什么意思 没懂 发什么粥啊 喝啥粥啊 兄弟 来点小米粥啊 兄弟 吃炒饼丝 配他妈的小米粥 是最爽的搭配 但是很多南方人 还真不知道 炒饼是什么 不开玩笑 你问问你身边的南方人 他们很多南方人 不知道什么叫炒饼 没听过 其实也是如出一辙 还是那点东西 只是叫法不一样 就是饼丝 你把烙饼切成丝 夸夸一炒 搁点肉 搁点白菜 夸夸的一块吃 明白吗 所以你看 好多南方人 一说吃炒饼 他不懂 什么叫炒饼 不懂 炒饼丝啊 兄弟 不开玩笑 我去青岛 对吧 不是 咱不是说青岛 就说那意思 还想听啥 你还活着呢 阿秋 你金哥要死了 你说以后你来直播 你还骂谁呀 知足吧 豆腐干 起码我还在直播 还活着 我要真死了 以后你说你来直播 以后你骂谁 第二 以后你看谁 老主播现在越来越少 知足吧 让您天天瞟着 玩着 骂着 你还得让我们死 还不能让我们直播 全让您 全让您说了 上次无锡叫的外卖 吃过一次炒饼丝 味道可以 螺蛇粉我吃不了 但是我媳妇特爱吃 我觉得那螺蛇粉 也是什么反人类的东西 其实就跟北京斗真似的 都是反人类的东西 那谁一无 以前一起去鬼街 少将早不玩了 少将 少将早就不玩了 那都什么面带的事 你说你们天天看我 一问都是老粉丝 每个粉丝去哪了 你都不知道 哪个粉丝去哪了 或不玩 你们都不知道 我看他们吃那螺蛇粉 就像我媳妇说 吃的就是那酸笋 那酸笋越臭 越香 我可吃不了 榴莲 螺蛇粉都是吃不了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爱吃呢 我可吃不了 而且我觉得螺蛇粉吃完 我觉得不太顶薄 哎 好横 我特爱吃面条 你甭管是拉面呀 包括手擀面 我特爱吃面条 但是面条也不太金薄 还有谁 这行少 好横 这行 臭豆腐香啊 我爱吃啊 炸臭豆腐 王志荷那臭豆腐 抹馒头 抹那个窝头 都好吃啊 夏小赖 你天天火火死吃 以前小时候吃那豌豆花 绿豆糕 包括他妈什么唐耳朵 爱窝窝 那都小时候爱吃 长大就不爱吃了 太甜了 北京小吃 你看那些虎锅寺 包括海丸巨的小吃 太厚 没块吃 你看现在我都很少吃呢 也太甜了 猫猫 豆腐 臭豆腐现在属于 是的 长沙臭豆腐也挺有名的 你吃那些正宗的 那臭豆腐 说实话 我也吃不了 你看那次我去云南 吃那臭豆腐 真心吃不了 那臭豆腐 有一股那种味 我也吃不了 你看王志荷那臭豆腐 我能接受 包括北京卖那臭豆腐 我能接受 你看那会我去外地 我跟我媳妇玩的云南吃那臭豆腐 也好像挺中宗 但是真没法吃 太难吃 那味儿 真接受不了 螺蛳粉是 粪池里捞出来的 我再告诉你 你知道 很多那些 推车卖臭豆腐 那些小贩 你做过厨师的都应该知道 你知道那臭豆腐咋做出来不 就那些没良心的 那些无良商贩 真是拿屎汤子 把那豆腐先炸 炸完了 直接搁那屎汤子 特别入味 这件事在我在六年前直播早就讲过 做过厨师的人都应该知道 所以我就说呀 你看那夏天也好冬天 马路边那种推车的臭豆腐 千万别吃 千万别吃 做过厨师或者厨师干时间长的都知道这事 所以你们就是消费者 你们什么都不懂 所以干一行就要了解一行 那谁周振发 真不骗你 我现在即使说出来 你们都不带信 你知道真正的臭豆腐 你需要发酵 你看王志和那量 就是那发酵那臭豆腐的工厂大着呢 那才叫真正发酵的臭豆腐才香呢 你像那街边摊 那些臭豆腐他可不就这么做 这不是说不信 他量大呀 他怎么天天给你去发酵 一发酵好几个月 你根本就跟不上那速度 你自己琢磨 明白吗 你自己琢磨 他跟不上那么大量 你刚过初时都应该知道 屎汤的煮那臭豆腐 哇操 就熬吧 哥里边煮 我天 小时候你爸饿 我也挺爱吃 小时候没好吃 但是你记住了 吃过屎的男人才叫真正的男人 你记住这话就行了 这才叫真正的男人 你没吃过屎你不算真正的男人 就这么简单 爸爸点点一星任务啊 哥哥们 有没有爸爸点两手一星的 自逼他呀 这两个手 真的 没吃过屎的男人 那不叫真正的男人 真正的男人 必须得学会吃屎 智床吃屎 喝尿 这是最起码大海的味道 你想吃五股五股点的屎 不吃 清清啊 那意思我也吃过 我告诉你 咱不吹牛逼书 我是真正男人 我就没想吃屎 你记住了 你做过厨师的人 绝对不会在外边吃饭 哎 达旦 这不是开玩笑 我不知道咱房间里面 有没有做厨师的哥们 你记住了 做过厨师的人 绝对不愿意去外边吃饭 因为后厨太脏了 明白 包括麦当劳肯德基那肉掉地上 你都不知道吃的还贼香 明白吗 所以你看老人很少出去吃饭 跟家做饭吃饭 一是干净 二是便宜 是最健康的 真的 你就是没干过 除非这孩 你干过这孩 你绝必不爱出去吃 你看现在我跟我媳妇 基本就家吃了 家里是最干净的 第二 出去吃饭 千万别找事 就是跟服务员较劲啊 这里边有根头发 你骂人家 让人给你换个心 千万别较劲 那大鼻涕唾沫星的 给你吐里边上 你还美鼻美夸 吃的还挺香 你问问所有出去吃饭 岁头大的人都知道这道理 出去吃饭 千万别找事 要么就给你压家座了 你自己吃的大鼻涕 吃的还挺香 我操 还想听啥 点点我的一心任务 死你了 你想听啥八卦大海 你想听什么八卦大海 可以给你讲 但是得看你想听什么八卦 给你 你想听什么八卦呀 没啥太多八卦 你不觉得现在 斗鱼的所有主播 现在都挺老实的 现在查的太阳了 所有主播都很老实 你看不像原来天天聊聊八卦 现在你看谁还敢瞎逼说 现在就是什么呀 都雇自己的直播 别人的直播 基本也没人去聊 不是说懂得挺多 说实话五四 二十岁小屁孩 十来岁小孩 没经历他不懂 所以人性 就人啊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 成熟慢慢 很多事情慢慢就懂了 不是我懂得多 随着自己的岁数慢慢长大 慢慢懂得就多了 还要少年 明白吗 奥图曼不是我懂得多 是慢慢经历多了 自然而然成大人成熟了 慢慢就懂了 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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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没掉 大弹 点不是一星啊 成长一星任务办了卡呀 好家伙呀 刚才想听八卦那哥们人呢 不去南京 不去南京 那谁 奥图曼 我们做房车准备就是在北京周边不出北京 因为现在疫情哪都不敢去 所以我们准备找一个稍微风景好点或看着好点的房车营地 就是房车生活 往正常聊白天也播吃点饭 往那吹吹牛逼什么的 还是跟现在差不多 哎呀 听啥 想听八卦 你想听啥八卦呀 我不知道你想听啥八卦呀 这一来一说都什么想听八卦 你想听啥八卦 谁的八卦呀 崇里 崇里都不远 崇里好 离我这一百八十多公里 崇里那个滑雪场 你都关注我N多年了 大海 你都他妈关注我这么多年了 你说让你刷一飞机过分不 看了五年六年刷一百五年 不过分吗 这一聊天 紧着喝 我都看你六年快七年了 刷个飞机不过分 补着梦啊 就补个车费嘞 然后一来了 吴静尼得给我聊这个 吴静尼得给我聊这个 我跟你聊没事 对吗 补个车票 都他妈都看了五年六年了 一百五年不贵吧 我操 你说你不补车票就罢了 还他妈来了 让我聊这 让我点 就是玩命的让我点活 我还不能不听 我一不听不进 你伤了我一个老粉丝的心了 不过分吗 开了 看那么六年五年刷一百五年 不过分吗 还想听啥 你以前在鬼巴楼吃火锅 开始 爸比飞机啊 爸比 爸比你有空来北京就完了 我估计开房车去南京几率不是很高 谢谢爸比 反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微信 爸比 RES大哥 爸比 你要没我微信 你就私信我一下 当时你来上北京 你住我这院子就行 明白吗 因为我开房车去南京城里 不太好近 明白吗 玩房车 你看玩房车的人很少会去城里 因为限高车多麻烦 行爸比 有微信就完了 当时你来你给我发信息就行了 不用你花钱 我去南京 我即使去了 我也不用你花啥钱 第三 你要有机会来北京出差玩 你就上滴滴罩玩来就行 虽然我这没什么东西 反正包吃包住没问题 能让你省省 让你体验体验 北京农村的生活 这也爸比 金刚大哥远洋都是南京的 都让我去 我都没去 儿子叫爸爸改名了爸比 那会他俩在云南昆明 他跟他媳妇看他直播 我给他刷火箭 通通通通 改名了李家大人爸比这个逼 那会他妈的一谢礼物就是爸爸 哎晚晴来了晚晴 晚晴好久不见 所以你这一说爸爸就是那会他妈一谢你礼物 我每次都他妈吃亏 后来改名爸比 谢了爸比 939万钱谢谢 当时你跟你女朋友愿意来 你就上北京找我来就行 我这边也没啥太多好东西 反正吃点喝点都没问题 不叫事 还有啥想听的 好家伙 没毛病 得里个得 没毛病 谢爸比啊 兄弟 一心整两手 逼个 逼个没啥可聊的 你知道最早 在北京的那种网红鼻祖 一个是娇双喜 一个就是财神与神仙 其实当时这两对啊 都是单独的组合 当时在北京应该是在网络上传视频 属于网红鼻祖 但是 逼哥是坚持到现在 那个财神与神仙那个组合 也是跟逼哥一样 各种拍片 反正就挺搞笑恶搞 但是后来好像俩人分开了 可能是因为利益 所以财神与神仙也是最早北京的网红鼻祖 逼哥交双喜 财神与神仙 那都太早的事了 对逼哥是北风 但是逼哥钱基本也挣了不少 谢谢罢笔一分啊兄弟 还想听点啥玩意儿兄弟们 帮帮点点我的一心啊 死逼打整两手啊 常常今天有的聊 不一定非得聊这些 聊啥都行 包括你来北京吃什么呀 喝什么呀玩什么呀 讲讲历史吃的 是不是 讲讲黑历史啥的都能讲你 圈圈啊 讲讲讲 对吧 讲讲讲咱自己的黑历史啥的 偷顾啥的 打奶奶打媳妇啥都能聊聊 你对哪个问题展生好奇都可以聊聊 想听绿都没有 还真是我 我今天三十四我以前交女朋友到现在还真没被滤过 滤到不至于 但是确实让人拿当备胎 但是备胎不代表是滤 吃吧 十块钱麻辣烫就行 没事你跟你媳妇来 我给你媳妇烤串 巴比 你自己吃麻辣烫就行了 不是我不知道 真没有 戴绿帽子真没有 哎呀那皮特真没有 海碗居啊 呃怎么说呢 你甭说海碗居 很多现在老北京的店铺 味道包括加盟都在变化 很正常 你像这些百年老店要的就是手艺 所以厨师更换再加上乱加盟给钱就加盟 确实很多老的东西都变味了 所以你能说吃这个海碗居也好 吃那个变味也太正常了 因为现在是金钱的社会 都是各种加盟挣钱 人也不管你做的好与坏 你看全聚德不也是吗 编译坊不也是吗 很现实的话 你光正宗不挣钱 但是我加盟我能挣钱多呀 那我为什么不加盟 哗哗放加盟五十万 一百万两百万加盟费 挣的是加盟费的钱呀 你看那天津狗不里包子不也是吗 竟是加盟费的钱 还有什么 哎野兽兄弟 我是骗子 我是骗子 野兽 我其实我当时说这事的时候 其实我是骗子 这个是我说错了 其实我是骗子 呃在斗鱼播了六年多 六年了嘛 很多呃粉丝都知道我是骗子 没办法就是骗子 骗子 咋的呃 所以有句话嘛 你说都知道我是骗子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都知道我是骗子 老骗钱 为什么他们还愿意给我刷礼物呢 你能明白吗 就是可能我说完这句话 你也会好奇 也是啊 都知道吴金是个骗子 为什么这帮人还刷礼物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还给我刷 还电竞啊兄弟 还13K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只能他们只能 只能说他们太喜欢我了 我做什么他们都喜欢我 我也这么琢磨呢 你说我都被传六年骗子 坑那个 什么什么骗那个 又是现金 又是骗礼物呢 又是要礼物呢 那么当然问题 怎么还给我刷礼物 可能就是太喜欢我了 可能太喜欢我了 真是 你会发现 尤其是你跟你女朋友 其实真的 就是你特别爱对方的情况下 其实他做错了 可能你也爱他 但是咱不能说 宣传这些东西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但是没有的事 咱坚决不能承认 可以承认错误 但绝不能卑谷 没做的事 绝对不承认 我从来没有骂大哥 哎 全全 我从来没有骂大哥 我说的都是事实 所以你们这几个 几个别喷子 不要再挑诗情 全全谢谢 呃 就是喜欢骗不骗的 爷乐义 哎 全全谢谢 问题 我要真是骗子 为什么警察不抓我呢 对吧 我要真是骗子 你们可以去报警抓我呀 问题 我不是骗子呀 我有啥个骗子 我家地址 对吧 我住呢 大家都知道 我至于骗谁我 哎 二乐兄弟 啊 新东方啊 新东方太郎 那个是18年年初的事 当时挺怀念的 当时18年3月份 去新东方 那个那个 新东方那个那个 学校做活动啊 当时的二五零 还没变成全网一哥 武田 碎碎奈 包括B哥 胖胖C 往那还有五啊 还有谁 还有我们没念到名字的吗 那会儿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看 你在看18年3月份 那会儿我们一大帮人 去合肥 新东方的学校 做那活动 就是包括 包括长相啊 包括到现在的 就是脸部也好 或者老没老 其实 挺怀念的 对吧 而且那会儿 斗鱼人气还挺高的 哎 那谁 那个后 北日兄弟 一个月哪 一个月 但是确实是我 没逼你们刷礼物 我没逼你们任何人刷礼物 我都是从 我从来要礼物 都是直播要 我私下绝对不管 任何人要礼物 对啊 合肥新东方 18年3月份的事啊 当时那一大帮 但是你再看现在 随随奈被封了 老B被封了 250跳平台了 胖胖C呢 也从美食区跳到了颜值 好像就我跟武田 还活着 还有胖C 好像就剩我们 罢了 对吧 武田好像也在播呢 是 他是有科尼赛格 我知道 他科尼赛格好慢了 武田还播呢 是吧 那等于就剩我们仨人了 其他的大动播 好多都被永生了 挺怀念那会儿 那会儿人情还挺多 哎呀 现在不行了 哦 武田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武田还播没播 反正现在我跟胖C在播 武田没播我真不知道 魏海大叔啊 大叔没播了 爸比 大叔都停播三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大叔私下在做杀石料的生意 但是他也说了 可能会来播 但是什么时候开播 他没输 高阁 还有高阁爸比 没老B是没意思 黄鹏 确实 所以我跟你说 很多人不太知道老BB总 斗鱼 你知道玩的最明白的 就是老B 你甭管是斗鱼这帮人尊重他 好多水友大哥 基本都给老B刷礼物 都是 就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次那次是我跟新东方那会儿 我们私下关播跟老B聊天 B哥吗 对就老头嘛 你知道新来的超管 你得上老B房间听老B聊天 因为你不跟老B 你不跟老B认识 说明你这超管白等 包括好多第二的那些最早的土猴 来斗鱼玩的第一天 先上哪拜码头 必须是B总 所以我印象中我没做直播之前 老B就是查房 祖传睡衣啊 B哥 天天当时我特别有意思 我当时第一次看B哥直播 我以为他妈是个残疾人 实话 我讲过这个 他他妈在那办公桌上拿个电脑在那查房 压老那样呆的 我还说着你妈咋还有残疾人呀 那都是15年的事了 那会我还没做主播呢 所以你看老B房间有一个 就是潜台词就是那个祖传睡衣啊 你看18年年初在上海颁奖的时候 老B穿睡衣啊 是我告诉你K子 咱实话实书啊 老B那事其实说白了就是被断章取义了 知道吗 这个老主播也好 老粉丝都知道 但是确实 通过这件事来说 真不能瞎说话 当时我看法治经营时还说这事 就是北京的法治节目 法治经营时吗 真的 咱不是说像这谁 他这事其实真的断章取义 因为我也知道这事 就真的挺可惜的 就是一句话吧 后边话没放 就是断章取义 但是确实 什么话都不能瞎说 所以说现在平台很严格 可惜归可惜 对吧 视频这些证据都有 确实是他说的 但是这些东西没办法 哎 没招啊 陈毅发也被疯了 好多都疯了 这个说错的话就不能给你学了 因为我学了 我房间也没了 别问了啊 真他妈坏的脑油条 我这个就不能学了 学了有什么房间 我也没了 你说的名人都不知道 不是 不是说你年轻 是因为当时15年也好 14年当时斗鱼 确实挺火的一个主播 也算斗鱼元老级别的大主播 就跟什么似的呀 就跟那和氏老似的 你在这圈混 所有的大哥 你得认识我啊 你明白吗 啊 你子觉掉了 子觉掉了 你就去呀 去不去 其实无所谓了 你开通粉钻 去不去子觉无所谓了 那子觉说白了也都是 你去不去没事 为什么呀 想刷你就刷 不想刷就不去 没有意义 对有粉钻 比他妈什么都强 所以那会儿 就真是就跟上海那会儿 最早的黄金融合适老虎 就你这大哥或者哪儿的 有钱人来斗鱼玩 必须现在跟我认识 真的老逼那会儿 真的很巅峰 犹豫一句话吧 被人断章取义了 所以很可惜 无尽最牛逼爱东丹公园 我跟你说 爸比 等有机会你来北京 我带你去东丹公园 但是夏天啊 冬天不行 冬天没人 夏天人最多 我估计你都不敢进去 里边脏着呢 满处的尿骚味 满处的屎爵子 满地的纸 脏着呢 明白了 那地儿真不能去 我那会儿最早直播 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特地骂给我 斗鱼不让我去了 因为他说 斗鱼说那个地方 比较受争议 毕竟是同性恋场所 所以不让我去了 所以东丹公园 同性恋公园 这些话题 直播是不能播的 明白了 因为那些地方 比较受争议 我也想去 我也知道有效果 但是没办法 帮帮点点衣心呗 哥哥们 还差四百来块钱呀 有没有收购牌子 办成卡呀 顶顶我的衣心啊 兄弟们 北京外边又下雨了 这两天又得冷了 对五五开也是 其实五五开 要当时 要没让那学生 帮着骂人 其实就没事 也挺惨 也挺可惜 就那一句话 被人抓住把柄 毕竟人气那么高 对了 靖哥国产房车 有啥还不错的 护卫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 护卫 你看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能给你 靖哥刷个飞机 左一问题 又一问题 村头错错都基本快胡强了 懂点事吗 真他妈抠 都是要 都是想买房车的主了 401啊 401 那就不说了 401得罪人 不假 你甭管是敢死队也好 随随奈 还有401 这些事是不能讲的 斗鱼不让说 你就记住了 肯定是有事 就得罪人 别的就别问 我不想回头问完了 超管再给我封 换下一话题 但是 你别看骂401的人多 咱说句良心话 你以现在斗鱼的节目效果 确实401做的可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不管你是喜欢前提 还是讨厌他 但是你以现在来说 他的节目效果真还可以 你懂吗 就你讨厌 国家会讨厌他 但是你论节目来说 他真的还算可以 明白吗 真的算可以 现在你在看看现在的直播都在混 要么就是PK连麦 你不觉得很无聊 明德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拉雷那咱就不清楚了 他去不去 这事咱还真不知道 这咱不知道 这个事就不知道 风风啊 风风是因为卖手表 也是被人害了 所以就咱们现在聊的这几个嘱咐 其实都挺可惜 是PK是无聊 但是还是有人看 PK能挣钱呀 PK能挣钱 所以有人看的还挺多的 你像我这个 我不PK 我光跟你聊天 我没理由 我 跟他们一样PK挣钱呀 那你说你是直播为了挣钱 你是为了挣钱 还是为了要人气 现在就是很纠结 你是想挣钱 你还是想那个要人气 你看现在很显 就是很明显都是为挣钱呀 不为了挣钱 拨他干嘛 串狗PK不为挣钱 哎呀 是不为挣钱 为了挣币嘛 我撒帮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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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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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哎呀我来了 兄弟姐妹们我来呢 你们还愿意逼逼点啥鸡巴玩意 哎柠檬啊 什么是不是故意做秀呢 呃 严明前几天 哦不是 那个前两天给串狗刷二十万那个人 那是小巷的工会号 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刷的那二十万是真金白银 但是串狗他拿不到这个钱 那是工会可能是刷流水 或者说啊 可能说给他提点热度 那钱是真实的 但是串那个串狗一分钱挣不着 明白没 兄弟 还想逼逼点啥玩意 那就是工会刷流水 或者说刷热度 对他是拿不到钱的 明白了吧 还有什么想逼逼点哥哥们 有没有帮帮点点一心了 哥哥啊 生个牌子 开个粉串啥玩意 呃 随随那根 是 就是你刚才李子健 就是你说的这些主播 或者刚才咱们聊的老主播 各有各的优势 明白吧 你可能不喜欢那 你喜欢那 你不喜欢那就喜欢那个 都都 他人气高或礼物多 肯定是有一个闪光点 所以人气会高 要没有内容 没有意思 不可能人那么多 啊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你记住了 在斗鱼上 人气高的情况下 肯定是有自己的优点 闪光点 你要真一点闪光点 没有你的人气 不可能这么高 或者说你的礼物 不可能这么多 明白了吧 哎 兄弟 我们这聊天 你说你老来房间问我 别人播不播的啥 要不你就跟他们 聊聊那些大主播 或者有意思的主播 这天天 弄的跟他们我是成 我成他们小喇叭广播战了 谁不播都得问我 谁谁谁没开播 为什么 全都得问我 然后呢 老说世人自己的劳分 你家喜欢的那个主播 都在开播 你不过激看 我去这都没 事都没什么弹幕 实话 现在整个斗鱼人气很低 从我看 也就我还能 他妈夜里陪你们 蛋伙逼 胡鸡说八道一点 你看哪个主播 现在都玩命PK 谁他妈跟你聊 也就他妈到我这 能他妈房间 跟你胡逼咧咧 还想听啥 点点我的一星任务死利朗 我的一星快过了 哥哥们 姐姐们 摸摸大呀 老铁们 还想听点啥故事 吃的喝的或者聊聊社会这件事 PK不喜欢 我不喜欢PK 所以就别让我PK 我特讨厌PK 我觉得头疼 人家正播呢 对呀 所以说这不成心吗 要不就说老是人家的老粉 老粉你都不过激看 你家主播开播 你都不玩了 哎 房间兄弟 你说是不是 嘴上说老粉 好几年老粉 你家主播开播 你都不玩了 斗鱼为啥量啊 你肯定有原因 我觉得斗鱼这仨月流失了差不多30万活人的情况下 一个是某些平台打广告 第二斗鱼也占一大部分原因 什么原因啊 就是这种幸福券 欢乐开黑玩命的抽奖 坑了多少人 哎 那童鲁兽 就这个这个这个斗鱼的抽奖 你说得坑了多少人 全给坑跑了 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会儿他们坑成什么样 就是幸福券 砸蛋 宽乐开黑 亏得跟鸡把狗似的 哎 还有啦 我觉得啊 我觉得跟这有点原因 你要说节目 我觉得也有播的挺好的 甭管是户外 也好 连麦也有播的不错的 还要蛋饼啊 兄弟姐妹们 嬷嬷地努力完成我的一心任务 好家伙 我就不信别的平台 有都有都有 都有 但是确实咱说实话 就是怎么说呀 你幸福券里东西到最后确实是坑人的 太急不抗 而且玩的太上瘾了 唱歌主播不唱 跳舞的不跳 都去PK挣钱呀 夸夸夸跟他跳 跳那麽三小时 一个飞机没有 夸着一连麦 五分钟一飞机 三分钟一飞机 十分钟两火箭 那谁不愿意 很现实的问题 哎呦 李大侠 还有什么要听的 兄弟姐妹们 哎 中奖兄弟 谢谢你 班长好啊 班长好 班长好 点点我的一心任务 死你打 好家伙 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你要是我们当主播的 可能你也会去PK 因为PK能挣钱 你光有字幕聊天 没人刷礼物 这场直播没有意义 直播都是为挣钱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呃 被傅婆包养了吗 久任 要能被奔回 就好了 呃 大主播之间PK 对对 贝贝说的没错 所以你看 很多主播 即使没人气 他都愿意去播 为什么 因为颜值区 玩的规矩是有医药费 就是我把你赢了 可能我们家大哥过去 给你一飞机 或一卡丁车 这也是钱呀 总比你在这干巴巴要礼物 没人刷 强很多 第二 很可能你还能蹭别人的大哥 你要能把别人的大哥蹭到你房间 这他妈也是个本事 很现实的问题 还要逼比点啥呀 没什么人了 有时候跟你们聊着聊着聊着天就没啥字幕 一没啥字幕我也不知道聊啥了 哎呀还是以前那时候热闹 现在都没啥活着热 聊着聊着都不知道聊啥的 没去不去 不去环球城 不去 环球城人多 不去 医药费可不是那么好要的 是烟名 但是 你要胖年一大哥真喜欢你 花给你 给你医药费 没什么给你火箭 总比你自己直播没人好多了 对吧 所以你看好多现在小主播都PK P完K就成心说给医药费 不就那样吗 好家伙 我跟串狗谁牛逼 都不牛逼 我们都是要饭 你最牛逼 少年 我跟串狗之间 战一尼你是最牛逼的 都给医药费的话 谁能 那我也去了 真的要都给医药费 我他们也PK去了 我就等着书去完了 我等着书好使啊 兄弟 斗鱼凉了不去 因为我们这些 就是这样 没毛病妹妹 你像我们这些 直接跟斗鱼签约的主播吧 说实话 合同没到期走不了 走不了 祥云不是公司号 祥云不是 说实话 我也怀疑过 但是祥云聊天 说话 包括刷礼物 应该不是公司号 明白吧 因为像你说的 年哥 我那会儿也怀疑过 但是后来这一聊天 包括刷礼物 他不是公司号 什么时候打仗 跟谁打呀 对 祥云是彬子大哥 我知道 问题是跟谁打仗啊 连基本人都没有 跟他妈谁打呀 梁子跟他妈狗鸡吧似的 跟他妈谁打呀 美食区的一哥 二哥 三哥 来到户外去 连你妈狗都不如 跟基本谁打呀 隔壁是哪 那对 那狗牙狗牙 总感觉他刷的也不知道为啥 我跟你说 没毛病 你记住了 晚晴 很多人刷礼物的点 都不一样 你懂吗 可能说 就像咱这说 往这一坐 听我吹牛逼 很多人问平时为什么要给无尽刷礼物 哪有点 一个道理 哎 晚晴 晚晴 加油了 抱一个吧 我的一心差一点都过了 晚晴 所以你记住了 土豪的世界不用研究 人家想刷 人也不在乎这点钱 明白 不用好奇 真喜欢你 人也不在乎这点钱 所以每个人 有每个人刷礼物的点 你聊到这点了 大哥就给你刷 你没聊这点 你咋要大哥都不会给你刷 很现实 谢谢晚晴 还想听啥呀 帮帮点点我的一心 Svita 整两手我的一心啊 哥哥们 还想淡逼点啥呀 所以你们就记住一点 土豪世界消费观 不用掺和 咱们是永远不了解 那转难 我跟你说没毛病 你甭管说 兵子会聊什么 大哥就喜欢你 没跟你说 大哥说你行你就行 大哥说你不行 你他妈行也不行 明白了 就是给你刷礼物 哪怕你往这 蹲到刺屎 人家大哥就喜欢看 就给你刷 很现实 这东西就别人刷礼物 不要去控制别人 或者你也没什么想不明白 为什么 你怀疑这个人给他刷礼物 你研究 人家也会研究我 这无尽跟傻逼似的 长得跟妈那个逼似的 长得跟驴似的 为什么这么多傻逼给他刷礼物 刷点是什么 打奶奶 打媳妇 都打成啥 都快打到全宇宙了 为什么还给他刷礼物 一个道理啊 你说是不是 你这么想人家 人家极个别讨厌我的人 可能没说也这么想我 或者想你 正常 还想比比较 看你找自信 看我找啥自信 你就直接说我丑不就完了 打遍都比无敌少费 还想听啥 就闲聊天了 过两天坐房车 没打过奶奶不开玩笑吗 我跟你说 动漫 我他妈16年 当时买奔驰的时候 我就直播开玩笑 我说 因为当时直播贷款 很难贷 16年的事 然后后来呢 首付就给我编故事 说我拿奶奶房本做抵押 买他们奔驰 然后这事 被这帮喷子就炒 越炒越急吧 像真的 爸比早点休息啊兄弟 爸比今天谢了啊 所以现在都流传 我打奶奶 我打媳妇 全家都让我玩命打了 就那么没底线 这蒙逼 我奶奶85了 我要真打了 我们家邻居也饶不了我 不扯着 天天他妈就胡鸡巴黑我 那谁爸比早点休息 吴静还上过 斗鱼官方节目 你记住了 是个主播都他妈上过 明白吗 可能你也是主播 当时那节目没这 可能你也能上 但是现在没啥节目了 我没打巴一拉雷 只是跟那约架 那人不地道 那人蹭人气 蹭的挺没良心的 所以那会儿 他妈一大堆烂节奏 全是一大堆 这些烂节奏妈的 还要淡逼点 哎呀哥哥们 一心热物 加油肉 哥哥们 没打没打 要打了 打回来 我早记不进去了 我还至于现在直播 啊 头胖胖 头胖西内裤那次 是他妈胖西 那会儿 当时不新东方节目 在合肥 天使压自己 拿自己裤衩 上我房间 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小节奏好玩 压他妈一边来 把裤衩藏我包里 夸拿摄像头进来 无计我找我裤衩夸掏出来了 那是他他妈自己自编自演 我说你他妈这个骚操作真牛逼 把你的骚裤衩 就是裤衩扔他妈我书包里 拿着那个自拍杆自己上我房间找裤衩来了 那会儿就是一个玩笑 硬队那会儿他妈偷裤衩的梗儿嘛 往这帮人就说 啊你偷胖西内裤 那是自编自导自演 那他是 我都傻了 我说你演的能不能再假点啊 就眼看着他把裤衩哥里边说 你别说话 我夸拿着上头进来找裤衩 我理这他妈鞭子也太假了 所以那会儿的主播挺有意思 现在就没那么多活动 你看以前那会儿活动多好玩 现在没啥连活动都没了 所以作为你们是观众也好 特别怀念以前的直播确实挺有意思 但是很多东西吧 可能说回不到以前了 有的主播不播了 有的永风了 有的跳平台了 可能没有以前有意思 对那会儿新东方挺好玩的 那会儿好玩的 分播分卖的 一人一头几个人一头嘛 所以为什么说一期一前 那是特经典 哎红布 你现在斗鱼就没有这些节目 明白吗 现在的斗鱼就是玩命的刷刷刷 冲冲冲 没有以前那么策划那么好的游戏了 好玩的东西 还想听啥 哎解封啊兄弟 所以你看很多老粉丝一听到这儿 或者一聊到以前的事 其实都挺伤感 多爱聊以前的事 对吧 一怀念以前的事特高兴 蛮强啊 所以现在主播走的走 风的风 不播的不播 拉的拉 哎呦反正挺可惜的 无尽和你对头那个老头在北京 有四合院那个逼是不是不播了 没有啊 北京做主播开直播的还真没有有四合院了 用人没有 在北京真有四合院的人 你记住了不会做主播 明白吗 所以 还有黄普 所以天天说自己老北京有四合院的人 你不用信 那都胡说八道 你就算真正牛逼一点 就是便宜点四合院你去后海淹带协机 小四合院350平米左右呢 大概都最少1.5亿或两个亿 你要说真正牛逼的大四合院 一个西单一个南鲁骨巷那一片大小四合院都有 真正大四合院大概900平米 就是老炮里那大四合院养鸵鸟那个 这种四合院在北京物以稀为贵 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买 你真拍个20个亿30个亿人家不卖你 记住了 在北京家里有四合院的人 绝对家里超级有钱 你知道当时17年18年 你租那四合院 真正的那四合院一个月租金70万 80万一个月 记住了不算贵 不算贵 明白吗 有的是人去租 都是有钱人租 租完改成会所 然后招待生意伙伴能挣更多钱 所以不要老杜不动 这有四合院 那有四合院 真有四合院 谁寄把做主播啊 明白了吗 还有什么想听的 那我得从周口第二人世界开始看 南强天天 他妈五迷散闹 我发现南强这哥们天天都来我房间 每天说话都他妈五迷散闹 还要听点啊 还愿意淡逼点啊 愿意帮忙 一星帮忙点两手 摸摸的没毛病 整两手一星死蜜蜡 还是有时候吧 有时候有那些爱聊天的粉丝挺有意思 圈圈 还是跟老粉丝有话 哎 还愿南强 圈圈 南强 你到地儿没呀 南强了 小妹妹 院子好 院子是好 但是我跟你说南强 你住习惯楼房 突然让你住院子 你记住了 你绝对住不惯 南强啊 明白吗 特别潮 第二 潮虫特多 抽大姐特多 大蜘蛛特多 你要不养只狗 养个猫 老鼠也特多 所以各有各的优势 包括什么呀 你住院子住习惯 突然让你住那个楼房 你也住不惯 为什么呀 因为一打开门就是外边 你随便 你光着都没人理你 但是你住楼房不行吗 你想出门 你还得穿衣服 穿好了才能出门 所以有院子就这点好 但是这院子也没法过户 也没法买 那谁欢离贝贝 不行 无尽的儿子是谁呀 我操 这特别微 这直播看的 无尽的儿子是谁呀 我操 无尽儿子是谁呀 这直播看的 还是个儿子 我操 我那会龙虾汉堡 那院子 其实不是四合院 就跟大杂院一样 只是房子的外观是模仿四合院的建筑 但是它不是四合院 明白了吗 那是模仿四合院造的一个山寨四合院 但是它不是四合院 四合院 那真是四合院 我也租不起呀 还行吧 反正院子挺舒服 你能烧烤啊 火锅 下雨天还凉 你要愿意 你就跟院子里自己种点菜 自己种点菜 弄点水果都可以 110 还想听啥呀 靳哥嫂子最近几个月 没有没有没有 有人问你呢 最近问你这几个月放屁放出 崩没崩出屎渣子 没有没有没有 他要崩屎渣子 我什么不也倒霉了吗 睡觉睡着躺一身屎 还想听啥呀 没点关注的 帮帮点点关注 一心任务帮忙整凉上我的大一心啊 老板们呢 严明 严明最近忙啥呢 严明 啊明明 我看你天天还挺脊股忙啊 严明都忙啥呢 明明明 明啊 哎 欢哄兔子 大兔子你咋还没睡觉呢 大兔子 你咋还没睡觉呢 跟你儿子玩呢 大兔子 好使 大兔子啥时候过来挑战喝点 啥都没忙 忙着捣碗 这两天是我听他们说了 这两天好像股票赔的挺多呢 我听他们谁说 说这两天股票赔的特惨